WHO 时间来到2021年 OPPO带来了FEND X系列的最新款 OPPO FEND X3 那么这款产品表现的如何 能否不负OPPO FEND家族的 以往的荣光 是吧 咱们来一起瞧一瞧 灰色的表面 尽管你看上去好像是平平无奇 但有光线照过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居然在灰色的磨砂的表面下面 还做了一层光线的纹理 盒子十分的厚实 这边英克亚文的OPPO的logo 手机本体 再到下方 大家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配件 这边的保护壳和下方的卡针在一起 我们先来看一下纸盒里面是什么东西 好 大家看到有几个不一样的 快速门纸门 产品重要信息和保修卡 这边不做过多展示 这里有一张单独的卡片 我们抽出来 会提示你扫描二维码 会获得专属的这些权益 它包括了尊享权益 OPPO CARE PLUS和国际联保 那么尊享权益的话 你可以拥有95018 7×24小时的专属专家团队 为你提供快速直接的人工的便捷服务 在线下用户有专属的服务渠道 Find X3系列用户可以享受 一次上门免费服务权益 注意是上门免费服务权益 除此之外 全球化的服务保证 在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 拥有保障 维修和升级服务 就是所谓的全球联保 还有就是OPPO CARE PLUS 也就是整机意外保一年一次 延长保一年和电池换新一次 好吧 这就是X3系列用户的权益 好 服务这个部分简单看到这里 配件部分我们抓紧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数据线 线材非常的粗 好 99厘米的一个线长 这个线长是在十分粗的情况下达成 看一下它的充电器 充电器的部分是SUPERVOLK闪充 那么它的输出功率是5V2A 或者是10V6.5A max 就是65瓦的一个输出功率 最后是耳机部分 如今越来越多的手机品牌 已经不再附送耳机 但是FENDX里面仍旧附送有原厂的耳机 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小小的细节 纸盒这个部分不是塑料盒的 而是纸盒的 包括大家看里面这里 那么整个全都是这种可回收可降紧的 接口部分我们看一下 Type-C接口的耳机线 看一下长度 C口线材长度在125厘米 OK配件部分咱们都看完 接下来终于迎来我们今天的主角 OPPO FINDX3 它的真机到底怎么样 咱们一起来瞧一下 好拿在手里不算重 但是我感觉到它的质感很突出 我们来看一看 FINDX3的表现 正面部分很清楚 这是一台曲面平的机型 幅度不是特别的大 光线划过侧边弧度的时候 来到侧边边框的部分 是有一个整体衔接过来的 左上角的部分 开孔部分 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 完成 我们看背面 三二一 相当的特别的一个背面 有点我们科幻片里面 或者是我们一些科幻电影里面的 那种外星科技的感觉 首先我们看到 背面是一块非常完整的镜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手部的反光十分的清晰 当然整个背面里面 还有几处特别重要的元素 咱们需要给大家展示到 首先当然还是下方 这里有OPPO的logo 然后就是背面最重要的 顶部的拍摄部分的元素 因为我们说在这个部分 大家通常设计方式 是有所不同的 要么是叠放的 层叠起来的 要么是这种开孔状的 或者是环形 或者是竖条带等等 首先镜头组这里 你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它不同于目前市面上 所有的手机 所有的部分都和背板这里 是统一的 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在边缘这里 没有任何衔接 好了 关于背板的部分 背板的设计 大家可以初步打一个分数 晚分十分 你打几分的 这里需要说 除了背板的全光面的设计之外 在侧边的边框部分 同样采用了大面积的这种 高光材质 在电源键部分 做了一个绿色的小小的标识点 另外就是在底部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SIM卡扫 扬声器的开孔部分 和麦克风 这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它的SIM卡扫的情况 大家看到SIM卡扫非常的小 它是正反叠放的SIM卡扫 好 回来咱们准备要开机了 在开机之前 我们最后一项工作 看一下它的重量 197克不到200克 我再强调一下 这台机器的质感 十分的突出 但是它的重量 能够做到这样一个重量 应该是做了很多工作 再之后的话 咱们要套一下保护壳 看看效果 这是原厂保护壳 套上这保护壳之后 感觉一下子变了一台机器 是吧 风格似乎内敛了许多 接下来我们开机 好 我们快速进入系统 好 根据个人习惯 先看第三方程序 20个第三方程序 以我们测试的手机当中算是中等 然后是要看一下正面的屏占比 好 大家可以很清晰的 看到它屏占比的一个情况 这台机器除了左右边框较窄之外 上下边框也尽量做到了均一 好 接下来的话 咱们瞧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前屏幕的位置 聊它的屏幕开口 你只需要看它和旁边的这些 所有的状态栏的图标 比较就可以 就是简单 只要它和状态栏 其他的部分比较和谐 就没问题 然后还要观察的是 屏幕的内二角和外二角 之前咱们看到有一些机型的话 内二角比较大 但是外部的硬件二角比较窄 有一个内外视觉 可能不太协调的问题 让我们看到这台机器 内外协调 二角一致 首先 中边一锁屏 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 咱们快速来看一下 OPPO的它整个的UI定制的部分 首先有三种模式 标准抽屉和简易模式 中边布局 那么最小是可以来到两列 这有点夸张 是吧 最多是五列 这一侧同样是行数 最少是四行 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最少有两列四行 最多的话是六行 也就是说我们最多可以五列六行 图标下沉 这个功能是我认为在现有的单手操作方式当中最好的一种 以前我们使用单手模式通常至少需要两步 第一步要把它变成单手模式 然后再去选择 而图标下沉的方式咱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实现的 我们拿起来的时候在右下角或者左下角向上滑动屏幕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快 而且你用完了之后 它会立刻回到原来的状态 以前我们打开单手模式之后 你还要再切回去 对吧 这是不用的 然后是个性化定制 在这个选项里面 你可以在系统层级所有的功能全都定制 图标大小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文字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 外框形状 看到了吗 外框形状都可以自定义去设置 指纹可选 颜色可选 个性定制化这些看完 接下来是这台机器的重点显示部分 会眼模式完整支持 冷色暖色 来我问大家一下 大家买到产品之后 是会自己选择冷短色吗 环境色彩自适应 如果你开启这个选项之后 你会发现整个屏幕会略微有一点点偏短 是因为我们日常观感的生活当中 你说阳光也好 或者我们大多数的室内灯光也好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偏短 色彩部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生动柔和影院和鲜艳 这里包括sRGB和DCIP3的模式 分辨率方面 默认的是2376乘以1080 当然你可以选择3168乘以1440的超高分辨率 屏幕刷新率另外一个重点 那么默认两个选项 60Hz和120Hz 给到120Hz显然会有一个更好的刷新率 显示部分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要来瞧一下 好 那么画面部分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晰标准的钻石排列 另外这台机器是支持10亿色深的色彩显示 然后咱们来听一听铃声 看一看FEND系列的默认铃声什么样子 铃声部分咱们看到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 类体声这个是没有什么质疑的 但是第二个底部部分 它的音量要稍大一点 并且我们刚才注意到 在全部的播放的过程当中 它的音量有多处都已经超过了100 所以这个声音不算小 添加一下指纹 咱们看一下 首先它的指纹识别区域稍稍偏向 我们录入 先来看一下它指纹解锁的体验 然后我们要面部 左上角录入面部信息也非常迅速 看一下它解锁的效果 首先我们正常解锁 然后我们遮挡嘴 遮挡鼻子 好 那么在遮挡鼻子之后 它就不可以解锁了 也就是说安全预值条的是比较高的 隐私替身 很多程序 你不给它隐私 它不让你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风气 非常讨厌 那么在厂商这边 从系统层面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给它一个虚假的信息 达到了既使用 又不泄露你的信息 好 那么基本上系统层级 我们看到这里就完成 硬件方面咱们不多说了 是目前最顶尖的配置 高通骁龙88的处理器 再加大面积的散热板 再加12加256的顶尖的存储配置 拍照部分我们也要来巧一下 那么在这一次上面 OPPO同样和索尼 他们联合定制的 最新版本的旗舰的传感器 咱们来瞧一瞧它的体验 到底怎么样 首先我们点开 看一下0.6倍的广角 1倍 2倍 和5倍 我们看一下最大 是一个20倍的数字变角 注意这是数字变角 这里有一个重点的选项 咱们刚才提到了 那么OPPO这台机器 是可以去拍摄 10亿色的影像 并且可以显示10亿色的影像 那么这台机器是可以既拍又显示 再加高速存储 人像机变焦正 一会咱们可以试试 好 这边还有录音的自动变焦 以及抗风噪效果 AI证件照 一键生成自动变焦 咱们看看这个效果 然后这边可以直接选择 一寸的二寸的简历照 小一寸小二寸 大一寸大二寸 自定义尺寸等等 美颜 一键美颜 背景 反正以前我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你好不容易拍了一个白色背景的 人家说你怎么没拿蓝色背景的呢 我拍了一个蓝色背景的 办事人说你怎么不拿红色背景呢 我拿了一个红色背景的 办事人说你咋不拿一个渐变背景呢 我拿了一个渐变背景呢 你咋不拿一个彩色渐变背景呢 我拿了一个彩色渐变背景 你咋不拿一个放射渐变背景呢 我都拿了 你还要啥 你还要啥 你说吧 你怎么都有背景呢 如果你觉得很真实 可以把真实打在弹幕上面 显微镜功能 这是一台欧博手机 我去 有点厉害 是不是 之前咱们经常用的是专门的这个显微镜 价格可不便宜 几百几千的都有 现在直接用Fand X3 我们可以拍拍这个表面 看看有什么东西 真的是有点厉害是吧 之前咱们不说了 这个Reno系列 这个背板为什么那么亮 因为它宝便用的是类似这种晶体斜切的结构 这不亮不太可能 所以说今年Fand X3的背板镜头还是有点厉害的 那么是哪个镜头这么厉害呢 这枚镜头 这个背板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在上边这是补光灯 没啥说的 但注意在这儿 这枚镜头同样有补光灯 并且是显微镜补光灯 咱们之前做实验应该有同学都知道 在镜头部分一定要有光补过来 才能看清细微世界 小小的黑科技一个 大家感受一下 那么这次还有一个事情需要单独说一下 就是这台机器的两个镜头都是主摄 就是所谓的双主摄 另外这一次的镜头部分 还引入了自由曲面镜头 它能够更好地去抑制画面的积变的情况 视频部分看一下有哪些效果 首先视频有防抖和超级防抖Pro 也就是光学防抖和电子防抖的叠加 让它再叠加 达到一个极为稳定的程度 好 同学们 咱们来到室外 来试一试OPPO BAND X3 它在快速移动过程当中 它的防抖的情况 包括抓主体物体看看怎么样 我们找一些其他机器呢 关掉防抖 咱们可以瞧一瞧这种比较明显的差别 或者说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别 咱现在就开始 好 来 给我们看 我们看看视频拍摄的能力到什么程度呢 可以拍摄4K 60帧 10亿色的影像画面 怎样才能加入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呢 我们打开微信 选择通讯路 点开订阅号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查找公众号的框中 输入科技美学 看到那个熟悉的图标了吗 点击就可以加入进来了 如果你不嫌烦的话 还可以将科技美学的账号 添加到你的桌面 在科技美学的公众微信账号 有关数码的任何问题 你都可以向我提问 每天我都会以语音的形式回答大家的问题 来 同学们 咱们来快速总结一下 OPPO FAND X3这台机器 当然我们给大家展示的是X3 Pro OPPO FAND系列的话 一直以来都是OPPO他门家 确立自家旗舰标准的一个系列 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今天这一代的应该是着力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全链路10亿色拍照存储加显示 还有就是在影像系统方面 没有以往所谓的凑数 每一个镜头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 而且还有一些小小的黑科技 让人充满了惊喜 比如说显微镜 当然它显微镜 还增加了一些额外显微镜才有的 比如说环形的曝光灯 让它变得真正的实用起来 还是让人相当意外的这么一个选项 还有就是产品本身 你几乎找不到 就是它所谓的槽点或者是短板 目前现有的最顶尖的技术 能给你的全都给到你 以前我们经常聊什么叫旗舰 旗舰就是能够代表这个品牌 这家厂商它所有的最顶尖的技术 拿出来的时候 能够代表了这家厂商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么Find X系列就是这样一个系列 好 那么这就是OPPO Find X3 我们简单和大家聊到这里 后续还会带来更多详细的测试 请大家关注科技美学的频道